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12日 欢迎收看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连日来 香港居民种植城城激烈抗疫 逃犯引渡中国大陆的条例修订 继9日百万港人示威抗疫 12日再有成千上万的民众上街示威 并演变成了与警方激烈对峙的抗疫浪潮 震惊了北京的中央高层 苹果日报12日引述香港消息指 中共高层元老可能赞成撤回修例以平息事态 报道说 大批港人上街抗疫修订逃犯条例 警方以催泪弹 布袋弹等攻击示威者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性中心引述消息 指中共现任高层及中共元老当中 已经出现了支持香港政府撤回修订逃犯条例的声音 并已有中共高层南下广东 了解目前香港的情况 但消息并没有透露是哪位现任高层或中共元老 支持撤回修订逃犯条例 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军燕星期二宣布 逃犯条例修法表决将于下星期四举行 民阵呼吁市民下星期三包围立法会 与此同时 有报道说 特首林郑月娥已收到死亡威胁 有人扬言 24小时不收回修法就将动手 南华早报说警方正在调查针对特首林郑月娥以及保安局长及其家属的死亡威胁 香港抗争计划震动国际社会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11日发表声明 表示支持香港勇敢的抗议者反对威胁的 拟议中的引渡法并表示 香港引渡法案关系到美国对香港自治地位的评估 危及双方关系 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呼吁香港政府倾听民众及国际社会朋友的忧虑 再暂停并重新审视这些急需争议的做法 德国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指出 如果香港的逃犯引渡条例修正案获得通过 德国政府就必须重新考虑德国与香港之间已有的引渡协议 由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反送中示威抗议 12日上午初传捷报 在数以千万大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 包围立法会和港府总部的民怨压力下 立法会宣布延后逃犯条例二度程序 球不仅丢回去给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正波也直接传回了北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看完反送中示威画面后很凝重 或对香港局势深表忧虑 指出香港局势有失控的危险 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港人所发出愤怒的最强音 习近平听到了也看到了 原来唯恐香港情势生变 习近平不顾访而旅途疲劳 紧急听取了中南海核心智囊 针对香港情势演变的综合评估 知情者还透露 习近平与其核心幕僚们观看了香港示威震撼场面片段后 习近平神情凝重 对香港局势深表忧虑 并且首度发声称 香港局势有失控的危险 如果形势继续恶化 习近平或将紧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报道还披露 敏感的六四三十周年刚过 中南海继续面对风起云涌的反送中运动 更使丝毫不敢大意 中国南部战区和驻港部队已经严阵以待 全面应对香港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相较于中南海中共最高层领导班子神经紧绷 随时掌握来自香港的最新汇报 打从逃犯条例在港引发争议以来 中国官媒一例报喜不报忧 尤其自反送中声浪排山倒海而来后 全方位的消息封锁和网络监控一出手 中国大陆亿万民众却都蒙在鼓里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前途未卜 就在中美谈判破裂两周前 北京悄悄地将一位最令人生畏的贸易谈判代表 从他退休前的职务调离 据纽约时报报道 这位谈判代表名叫于建华 是一位与美国官员和世界贸易组织 进行了28年贸易谈判的资深人士 4月中旬他从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大使的职位上回到北京 随着他的任命 中国政府开始着手解决 因为经验不足可能带来的困难 试图化解与川普政府之间 可能造成破坏的贸易战 目前尚不清楚中国谈判团队 此前缺乏贸易政策经验 是否促成了上月谈判的破裂 但之前就有报道指出 中国政府的谈判团队 在重大贸易问题上缺乏专业知识 于建华的任命表明 中国领导人显然意识到 他们需要可信赖的经验 据去年8月之前担任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最高贸易官员的郭嘉明介绍 于建华是同美国打过交道的 最精明的中国贸易官员之一 尽管于建华是一位强硬的谈判代表 但多年来 他在寻求创造性双赢解决方案方面 表现出比其他中国官员 更多的灵活性和想象力 仅仅上任一年后 就将他从日内瓦召回 表明北京缺乏 让领导层放心的资深贸易人士 法广的报道指出 解决贸易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 这加大了领导人 说服川普政府降低关税 帮助中国工厂复苏的压力 共产党担心 在中国公众面前显得软弱 长期以来 他们一直被告知 是党让他们摆脱了 几十年来对外国列强的妥协 迄今为止 美国和中国谈判团队之间的经验不平衡 是达成协议的诸多障碍之一 中方代表中有大量金融政策专家和经济学家 而美方团队则由贸易律师主导 由于一些美国初创公司 迫于美国政府的施压 而拒绝受到来自中国的投资 与中国有关联的风投公司 纷纷缩减在美投资 有的以新的方式构建交易来避开监管 有的干脆关闭当地办事处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 中国投资者在硅谷一度颇受欢迎 因为他们既拥有雄厚的财力 又可以帮助投资对象 进入中国这一全球最大也最棘手的市场之一 但如今他们一下子不那么受欢迎了 自雀年年末以来 随着中美紧张局势日益升级 一些美国风投公司 正与中国的有限合伙人解除合作关系 或以特殊的架构与他们隔离开来 此外 一些你拿到大笔中国资金的美国初创公司 正对相关投资秘而不宣 或试图促使中国投资者撤出 以避免受到审查 研究公司荣鼎集团的数据显示 中国投资者对美国初创公司的投资 在2018年初达到了记录高位 随后从2018年5月开始放缓 到了2018年年底 具有政府背景的中国投资者几乎消失了 与此同时 2018年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降至50亿美元 较2016年460亿美元锐减了90% 这一转变的背后 是美国政府遏制人才和技术外流的努力 政府担心人才和技术外流 可能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优势 一些中国投资者 原本期待中美在4月份达成贸易协议 从而将缓解中美紧张关系 并重开投资通道 然而事与愿违 这场贸易战再度升级 双方相互提高了关税 一些美国风险资本投资者表示 华盛顿的反应过度了 这影响了对华开放交易 带来的好处 切断了美国初创公司 触达一个利润丰厚市场和资本来源的通道 两家有中国业务的风投公司 对美国国防部一个部门抱怨说 他们被不公平地挑出来 之前是表示 另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投资者创新工厂 已经关闭了位于帕洛阿尔托的办公室 并停止从美国进行投资 该公司董事长李开复是一流人工智能专家 曾在谷歌和微软担任高管 其网站显示 创新工厂在美国投资了46个项目 创新工厂的发言人称 该公司正重新评估起美国战略 中国对美国初创公司的投资之所以减少 另一个原因之一是 中国政府为捍卫人民币汇率 对资本外流实施了管控 彭博资讯报道 谷歌正在加速将NEST恒温器和 伺服器硬体的部分生产业务 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区 既避开美国惩罚性关税 也远离敌意与日俱增的北京当局 不愿公开身份的知识人士表示 谷歌已将售往美国的主机板大部分生产 转移到了台湾 以避免25%的关税 关税因素还导致要疏往美国的NEST装置的生产 也转移到台湾和马来西亚 报道指出 包括外国和中国本地的厂商 现在正纷纷寻求将生产移出中国 北京当局也出现了越来越多 针对美国企业的迹象 例如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近日认定福特汽车实施纵向垄断协议 财罚高额罚款 而上周中国表示 联邦快递因未按照明指投递快件 受到调查 尽管谷歌在中国的硬体产量 无法与苹果相比 但移出生产线的动作 在中美贸易战升高之际 仍可视为此一趋势更加扩大的前兆 另据美国之音报道 越南宣布对中国进口的某些产品 征收反倾销关税 这些商品规避了美国 在与北京贸易争端中征收的关税 越南的工业和贸易部 经过5个月的审查之后决定 从6月5日起 对几种原产于中国的旅产品 征收2.46%到35.58%的临时反倾销税 越南去年成为中美贸易争端的 最大受益者之一 因为疲于应对关税的中国出口商 正在把越南作为一个 可替代的低关税地方 生产出口到美国的产品 但是一些制造商只是将中国制造的产品 重新贴上越南制造的标签 以便转运到美国 南华早报报道披露 华为早在7年前就已经开始寻找 可替代谷歌安卓智能手机操作系统OS的对策 报道称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 及华为科技分公司的管理层 7年前就曾专门召开 为摆脱谷歌安卓OS系统而进行的会议 很多人担心 随着智能手机对安卓OS系统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一旦美国爆发贸易战 使用安卓OS系统的华为智能手机 可能会面临危险 任正非等人在讨论后一致认为 应该推出华为自己的智能手机OS系统替代安卓 此后 华为独立研发操作系统成为了绝密项目 于2012年不断开始推进 自2018年起 想要接触有关7年前这场会议的文件 要经历一套完整且严格的程序 韩国亚洲日报6月12日报道指出 当前华为在研发OS系统的过程中 面临的最大课题是 如何使鸿蒙OS与安卓系统兼容 也就是说 在搭载鸿蒙OS系统的智能手机上 也能顺利地运行安卓系统的应用程序 只有这样 开发者才能加速开发可在鸿蒙OS中使用的应用程序 此前也有多家全球著名企业尝试研发独立系统 例如美国科技企业微软曾打造Windows 10手机 虽然实现了兼容安卓系统 可最终也没能博得市场青睐 而韩国代表性智能手机制造商三星电子 尝试推出Tizen系统也遭到失败 因此 华为的鸿蒙系统想要真正成功 绝非易事 6月12日 《明报》报道说 中共总理李克强会见到访的市银行长 本属惯例公事 但这个马尔帕斯却不是一般的市银行长 他是川普倚重的经济幕僚 此次是马尔帕斯履新后首次访华 当天李克强见马尔帕斯的中方阵容 几乎是习近平出访的半个团队 包括中共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中共政协副主席兼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 还有中共财政部长刘坤和中共商务部长中山 报道说 这一可见北京对马尔帕斯到访的重视 北京如此高规模的会见马尔帕斯 外界认为是因为6月底的川习会铺路 据路透社报道 在过去的两年里 马尔帕斯一直推动世界银行停止对中国贷款 特别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发展项目 让斯里兰卡 俄巴基斯坦等 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沉重的债务危机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独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